大家好 我們來入門的話 其實課程會比較偏向一些 entry level user 就是初始使用者為主 當然這個初始使用者 其實我們也不要講什麼初始或入門 其實最近去東升電視台 教學做教育訓練 他們很多的剪輯師 其實也都是在電視台工作多年的 說實在的很多的使用方式 他們的一些觀念 還是有很多問題 反正大家要陸續進來都沒關係 我這邊簡單的介紹一下 怎麼從手機的iMovie 然後輸入到Final Cut Pro這邊 其實比較小看iMovie 因為iMovie它的製作 不管在電腦裡面或是在手機裡面 它其實可以當作你在使用Final Cut Pro的一個 粗簡的使用 因為現在大家很多人會先從手機拍攝 那我們怎麼去輸入 iMovie的 從iOS的iMovie去輸入到Final Cut Pro這邊 這邊也順便教大家怎麼在 蘋果的系統裡面看到iPhone的一些桌面的狀況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可以用這個 QuickTime Player 我現在的iPhone的手機已經接到 現在這台電腦上面 所以你接上去之後 當然你的手機會有一些要求你做一些設定的動作 那在QuickTime Player這邊呢 你可以選擇一個新增影片錄製 好 那新增影片錄製的時候 如果你有連上你的iPhone手機 它會自動的連接到你的iPhone手機的桌面的部分 這邊先簡單的介紹一下 基本上你在用手機拍攝的時候 幾個設定 比如說這邊選擇相機 相機這邊 第一個你的格式 就是盡量選擇在高效率 不是 高相容 最相容 因為現在高效率它是HEVC 就是所謂的H.265 可是H.265它畢竟是一個高壓縮 而且是比較複雜編碼的條件 所以你在剪輯上 其實你的電腦會消耗比較多的效能 並不是說新的編碼格式就會比較好 其實HEVC它本來也都是為了所謂的播放 就是播放使用為主 不是說所謂的拍攝的條件 當然它的一些編碼資料的處理會比H.264好 可是你最相容的設定在你剪輯上會比較好處理 好那我們繼續看 如果你拍攝 當然這個格率 其實很多人會對格率上的拍攝格率會有一些誤解 當然格率越高 你的資料量就會越大 那你拍60格會比較好嗎 其實60格是在我們剪輯上會比較好 上次那個西風站長就是HD Club 他跟我講說8K 60P 其實60P或者是60格拍攝 其實它會牽涉到你的曝光條件 如果說你…當然現在我們很多照相機或攝影機或手機 對於低光源就是刺光的問題是越來越好 沒有錯 可是格率越高也就代表說你的曝光時間 就是不脫穎的條件 它的時間越短 就是60分之一秒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30格或60格 可是60格有時候在剪輯上 我們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整空間 就甚至說你拍4K 只是說有時候手機拍 比如說你是上YouTube等等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到4K或最大的資訊量 因為那個其實有時候是一個迷失 當然有時候如果說你的手機可以拍120個以上 你就會有一個慢動作的條件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你在拍攝時的設定 第二個就是說你的iMovie 因為iMovie其實 現在它有時候會放在iCloud 有些因為怕你的手機容量不足 像我這個iPhone只有好像32G 因為這是iPhone7 所以有時候容量會不足 好 那這邊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在手機裡面編輯的話 是以60格的部分去做輸出 60格的部分去做輸出 然後你的剪輯有這種慢動作的效果 就是有時候你在剪輯的時候 在用手機 因為手機畢竟它的控制比在Final Cut Pro少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Final Cut Pro可以把iMovie的檔案輸入進來 不管你是用電腦裡面或手機裡面 因為主要是 當然Final Cut Pro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多 好那我們回來這裡 回到周面這邊來 我的iMovie在這裡 好 因為我先前有拍一些影片 然後也做了一點編輯 就是我可以把它橫向一下 對 其實你用這個QuickTime 它這邊它都會有一些這種 你都可以看到它的一些編輯 那這個畫面因為我現在沒有錄影 所以它那個會顯示在那邊 這邊我做了一些編輯 包括有些轉場 有些轉場在裡面 然後裡面也有些高速攝影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編輯 匯出給 匯出給 Final Cut Pro 那要怎麼匯出呢 第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下方 我把它帶過來 有時候直播其實比較 比較輕盈現場 像這裡 就是你在手機裡面這邊有一個 向上就是分享出去 這個分享出去就是 可以讓你的這個編輯 帶出去 然後呢 選這個 輸出計畫案 輸出計畫案 這個項目 你選它 那它就會把資訊 你的編輯跟你的計畫案 打包起來 OK 打包完之後呢 你先回到你的電腦桌面這邊來 你要打開那個就是Airdrop 所以你一般來說 我們這Airdrop會走Wi-Fi 所以你們要開Wi-Fi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手機這裡 手機這裡 這邊有一個就是我Airdrop 要送出去 要送出去 所以 我可以在這邊選這個 然後呢 你可以選你要送給誰 比如說我送給 我的這個 Mac mini 因為我現在是用Mac mini 在這邊 然後 回到Mac mini這邊 因為它剛剛跟我講說 它要傳送 然後我就這邊接送 所以它就會從你的手機 帶到 你的電腦裡面來 那通常這個 它會放在你的下載項目這邊 你可以看到我這裡 它這邊有一個我的影片 在這裡 這個地方 它會在這裡下載 用列表比較快 好 當然你現在走Wi-Fi 所以你的影片 就是你帶的影片資料 會跟著它一起 傳到你的電腦裡面來 傳到你的電腦裡面來 OK 好 等一下 那我這邊先把 Finalcard Pro打開來好了 當然Finalcard Pro這邊 我們也可以從手機 輸入你的拍攝檔案 那只是說 有時候我們不太方便 帶筆電 出去拍一些東西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 有一些場合 你帶著筆電 在那邊撿東西 人家也會覺得 因為你為什麼 帶一些東西在那邊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會用手機 然後在手機去撿 比如說你在飛機上 因為有幾個YouTuber 他們就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他們帶著iPad 或者是iPhone 然後拍一些東西 然後直接在手機上編輯 可是有時候 你用手機的iMovie 它的那個素材 就是內容會比較少 對 所以有些這種 比如說字幕效果比較少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使用 好 那邊還在傳送 不過沒關係 因為其實我先前 已經有一個在這邊 這是先前傳出來的 那我們就來用這個 所以呢 我們在手機這邊 我就先把它停下來 手機這邊停下來 好 這邊的任務就結束了 好 就把QTime關起來 QTime關起來之後 我要輸入剛剛這個 就是我從手機 會出來的這個編輯內容 好 他也送出來了 OK 這個也都可以 因為這兩個是一樣的 沒關係 那 我們再分享Hupload這裡 第一個 我會先建議你們 就是新增一個資料庫 就是一個新的編輯資料庫 還是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還是建議大家 盡量把你的編輯 就是準備一個外存 就是外接的儲存 來存你的剪輯資料 而要放在你的本機系統碟裡面 因為你放在本機系統碟 可能有些人可能 考慮到預算 比如說你是買筆電 然後買MacBook Pro 現在16吋 現在沒有15吋 那只有買512G 的系統碟 那 可是有時候你的容量 一下子就會怎樣 一下子就不足 因為我們在編輯過程 還是會有算圖 所以盡量還是 利用一個外接儲存的方式 來 來存這些編輯 來存這些編輯 好 這比如說我從iMovie 帶進來這編輯 那你在手機上的有一些編輯 基本上它也會怎樣 好 這邊已經有一個 沒關係 來個02 你在手機上的編輯 它的一些轉場效果 其實也都會帶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 我新增一個資料庫之後 到這裡來 到檔案 然後 輸入Input 然後iMovie iOS Project 好 其實這個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那天去東森 他們那個剪輯師 就是工作很多年的剪輯師 他其實原本 東森他們原本是用Avid的Media Composer 在製作他們節目比較多 就是他們比較多部門是用Media Composer 那他們其實我看那個剪輯師 他還是用簡體中文版 那到底是英文版比較好 還是簡體中文版比較好 其實這個都是每個人的習慣 那老師因為從我開始用蘋果 我其實一直都習慣用英文介面 而且對我來說是看得比較懂 當然這個不強迫 Anyway 這個其實不是重點 好 回到這裡來 所以你就選擇iMovie iOS Project 那這個時候就會問你說 你這個 剛剛這個在哪裡 比如說我用剛剛這個輸入這個好了 然後選Input 那基本上它會產生一個事件檔案夾 就是 它也會再另外產生事件檔案夾 然後第一個 對這個就是剛剛手機的素材 然後 你的影片 其實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有一點濾鏡的效果 其實就是來自於 那個iMovie的手機的內容 然後這個音樂也是iMovie的音樂 那因為它第一個片段 手機那邊有轉 有轉向 可是這邊沒轉向 因為當初拍的時候那個手機判斷是直的 好 你可以看到這邊的編輯 它都是照你的條件在 在執行 就是原本在手機裡面的編輯 帶進來 包括轉場的部分 好 那如果這邊 它這邊有顛倒 當然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這邊有一個是直立式的 就是當初它拍的時候 它是 1080x1920 其實我們手機有時候直拍 它會變得 就是沒有 它那個水平控制沒有搞定的話 它就會告訴你是這樣的條件 好 所以在這邊 一樣的 我們會用這個 就是如果說你要調整畫面 我們會用Transform 然後基本上是90度 然後把它翻轉過來 可是翻轉過來的時候 因為它本來是沒有那個 Fit to window 就是那個Fit 所以你要Fit 一個是你可以在這邊 Fit或Fill 填滿 它會自動填滿 填滿畫面 所以這邊就會那個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用那個 iMuMi裡面的濾鏡效果 怎麼快速的移除這些濾鏡效果 其實一種方式就是你可以全選 時間軸的片段 然後到這邊來 那邊有一個remove effect 移除效果 它就會一次全部移除 那因為我剛剛有那個調整 它也會跟著移除 如果說你要所謂的 選擇移除 選擇移除 你也一樣可以選擇多個 那選擇移除其實就這個 移除屬性 remove attributes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選項 那你可以在這邊選擇 或者你想要移除的屬性 比如說它剛剛這個效果在這裡 應該是這個 然後這個我不要移除 然後聲音跟這個retime調整 不要remove 大家就可以看到它就是 組合原本的條件 去做處理 OK 好 這邊 因為我剛剛真的沒有把它打勾 它就fix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從你的手機帶進來 其實現在我們的製作 不像老師以前在電視台 以前在唱片公司 那麼的嚴謹 嚴謹就是第一個是分工的問題 像我這次去東森 他們的分工 他們也是分工 就是剪輯 而且剪輯不是剪輯師自己剪 他們剪輯師有一個文稿 文稿人員 就是寫那個文案的 就是寫那個講稿的人 去選畫面 然後選完畫面 再給剪輯師剪畫面 其實我覺得那個已經不是剪輯師 剪輯師他根本沒有創作的條件 就是他的創作是來自於那個文稿人員 選畫面給他 那剪輯師好像就像是去修 就是修整畫面 就是他去修那個畫面 修到我要的位置這樣去修畫面 所以他就變成剪輯師不是沒有主導權 就是主導畫面要怎麼剪 然後他們另外一個調光師 可是那個調光師他的說法是 他有時候他們那個剪輯師會 丟幾個要調色的畫面給那個 就是給調光師去調 然後再送回來 所以他們是有點像我們叫做接力式的分工 就是誰做完這件事情 然後下一個人再接著做 不是那種共同剪輯 當然我最近跟幾個廠商在談 然後就也有可能會去引進 最近國外在比較著名的 所謂的共同剪輯的儲存設備的廠商進來 不過那個應該還要一點時間 有一點時間 有機會再介紹給大家 好 這個就是基本你從你的手機或iPad iPhone或iPad 當然基本上它是iPhone跟iPad 去輸入你的編輯 其實前一陣子應該有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另外有一家廠商 也是用手機去剪的廠商 然後它可以帶入那個 就是SML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LumaFusion 也是一樣的 其實它這個也是類似 就是我們剛剛從iMovie 帶到 就是Final Cut Pro裡面來編輯的做法 它也是走SML的方式 所以它也是類似這種做法 只是說 只是說其實有時候是這樣 因為iMovie是不用錢 對不對 所以 有些像 可能從事導演的朋友 其實你有時候可能 你有些東西 你可能就先在手機裡面 拍一些Rub的東西 就是很觸略的你自己的作品 然後用手機拍 然後用iMovie先編輯 編輯完之後 然後再帶到Final Cut Pro這邊來 做比較進一步的處理 因為 畢竟Final Cut Pro可以做的事情比較多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這家廠商 就是LumaFusion這家廠商 它就覺得說 我可以延續編輯 然後放到Final Cut Pro來做這件事情 OK 好 今天 入門這邊的課程 因為下禮拜我會排 基本上我會排一系列的課程的部分 所以 歡迎大家 其實也不見得要準時收看 因為 Facebook這邊可以錄製下來 可以錄製下來 好 直播就到這邊 OK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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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